那今天這個興縣往東尾這個戰局 已經百分百米組賞了 不過都聽大家的意見 這麼複雜的肉粒八糟 我們臺北市政府 應該拿出過例來 對不對 假設這個R市站這個戰局 這麼多的緩彈 我建議蓋到輪行步道上 通通做沒有就解決了 那我就建議 假設說這些民眾 為了大家的利益 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對不對 意見這麼多 蓋上輪行步道 這個罪共當 好 我報告到這裡 謝謝 我是新玉路6到50號 我今天是代表我們48號跟50號所有的地主反對我們被徵收 我覺得這位是稀罕的 你剛剛講的什麼替代方案 我講的就是最後兩共就是要被徵收 別人是共同開發我們被徵收 很奇怪 你如果說 選用最小用地來做結印開發的話 那麼他們的地不夠 你應該往後面挪 七層樓應該包含在內 你現在不能因為 七層樓他反對 他有夠了 他叫去陳情 你都會排除 然後我們左邊西邊的 全部都要來培葬 這樣公立在何在呢 我們已經在整合了 我們所有被放棄的這些地主 包含我們要被徵收這兩棟 所有的地主前面百分之百都同意 那我們希望跟你們參加零開 後面也已經有百分之九十 願意參加零開 這樣如果你們再採取這個第二方案的話 我覺得很不公立 請委員好好的考慮 而且一條結構 讓你們設計的這樣亂七八八好看嗎 你們這個都市計畫委員會嘛 市裡面指示他用這種期待方案 既然是都市計畫委員會 那也敢一條街道 設計到這種亂七八糟 又高高低低的 又是七層樓四層樓 四十幾年的那個老舊房子 那以後他們那邊怎麼來度更 我希望委員會員好好的考慮 我們是絕對絕對的抗議到底 謝謝